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過去兩個月沒有清場 是不想有學生被捕留案底 但學生圍堵政府總部 令到清場的呼聲越來越高 形容是是可忍 屬不可忍 他奉勸學生 不要誤以為警方沒有能力清場 譚以和報導 梁振英說 政府對佔領行動一直極大隱讓 不想流血清場 因為我們拘捕 然後檢控我們青年學生 法庭的判決 如果這些青年學生是有罪的話 他們是有案底的 會影響到他們日後 出國深措的機會 影響到他們日後在外國工作的機會 甚至會影響到他們回到內地 因此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想用清場的方式 更加不想因為在清場的時候 有任何衝突就造成流血事件 但梁振英表示 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衝擊症種 令到清場的呼聲日高 很多市民認為兩國多月來 是可忍 屬不可忍 是可忍 屬不可忍 所以現在要求警方清場的呼聲越來越高 不要以為警方過去的忍讓 就等於警方無力去處理佔領的事件 不要以為警方的忍讓等於軟弱 警方和政府是有責任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也批評 今次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衝擊 雖然商學負責人事前多次公開宣稱 昨晚的行動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從事件的發展經過 可以清楚看得到 這些完全不是事實 現時今中的示威活動 已經貧臨失控的狀態 政府的聲明就形容 參與集結的人是暴徒 蓄意向警員投擲水瓶、頭盔和胡椒噴霧等物品 不斷挑釁和辱罵警員 強烈譴責學生團體一意孤行 將行動升級 犧牲全港市民的利益 NOW TV記者譚以和報導